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 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接前文 那话说 这一日呢 这陈经济啊 从那薛嫂子那儿 是打听得知到说孙雪娥这事了 还如何这个各种各样的 又拐卖出去了 从家里又逃跑了 这陈经济呢 就想借着这机会 说你家里边不敢惹事 不敢闹吗 那行 我现在啊 小爷我给你闹上一番啊 约氏就想趁着这个劲 就如此这般的 想把他家原来那乡笼 那些东西呢 要回来 使得这薛嫂子呢 就往这西门庆家 对着吴岳娘说 咱说这薛嫂子也没招嘛 就值得过去跟人家说了啊 就说这事 说这陈姑父啊 在外边也是扬言发话了 说啥呢 说这西门大姐啊 他也不要了 要这个修了 另外呢 也要写状子 这巡抚巡案处啊 他也要告上一番啊 要这个 要要证明吧 要把他自己家东西盗来 说这老爹在的时候呢 你收拾他家许多 寄放在这的金银细软 各种各样的香笼之物 他今天他全要收回来 要不然就要上去告你 这吴岳娘我们讲啊 这此时呢 一因为这孙雪娥被来往而拐道而去 这第一件事啊 第二件事什么 莱安小司也走了 也没留在家中啊 这几天也跑了 第三者呢 这家人来星的媳妇叫惠秀 又死了 这也是刚打他出去嘛 所以说家中这两天呢 那正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日子啊 这一听着薛嫂子说这话呀 慌的呀 又是这个慌了手脚 对吧 这边呢 这心里边白爪闹干的 说这怎么天天净事啊 连忙这头呢 也是顾上轿子 打发这西门大姐过去 说你快去吧 再不去人家把你修了 也让西门大姐呢 说你带上家里边这些什么床榻呀 香笼啊 各种陪价之物啊 你都过去就完了 这头呢 也是交付着这戴安 故人都抬送到了陈经济的家中 这抬过去之后啊 这陈经济这边还在那啊 这个耀武扬威的 瞅瞅那些东西 说不对呀 这哪是人 这不是啊 这个随身家我时候的那些 闯障啊 庄榻那些东西吗 还有我家放你家那些金银细软呢 那都哪去了 你就全得还我啊 这就是说不要脸 你说这玩吴月娘能撒谎吗 你当初真没给那玩 现在非得问人家寡妇要孩子 你这就是属于臭不要脸的人啊 这薛嫂子啊 这个也跟他说 说你那大丈夫娘说了 说当初你张人在的时候 就收下当年的这些什么 庄榻嫁妆 别的东西毛都没有 你这个问人家要啥呀 人家就说死活没有 你说你咋整 这陈经济说 那可能没有吧 那我小我记差了啊 说那样 你去把那元宵啊 元宵而过要来 这咱前文书说了吗 都乡中人那小姑娘了 那小丫头啊 薛嫂呢 这边就和这戴安 过来又跟这月娘说 这边传口话 又跑到那边再说一会儿 这月娘死活 是不肯把这元宵给她 说啥 说这丫头 是这李娇儿房中使的 如今留着早晚 还得照看这校歌呢 那那行 就说把这中秋啊 打不过去 说这中秋呢 原来就是买了 专门服侍西门大姐的嘛 所以说她过去正好 那这陈经济又降嘛 死活不要 那我不要这中秋 长不好看 那我就要我元宵 元宵长得漂亮 是吧 跟元宵的住院必润啊 我喜欢 那中秋我不要 跟这个月饼似的 这我不要 是吧 这两头来回呢 只让这薛嫂子 可中间啊 传来传去的 这薛嫂子也累嘛 但没办法 这没人为了挣钱而已嘛 这边呢 你说作为陈经济 亲典的这人 我们能分析出结果嘛 肯定是这元宵啊 一是能服侍人 能照顾人 第二点呢 长得也肯定比那中秋 要好看的多嘛 就跟家里边那春梅 和秋菊的关系似的 所以说这各位 咱也可以理解 你换着这春梅和秋菊 你说陈经济要哪个呀 那秋菊又乐他又丑的 但是你站到吴月娘的角度 这咱也得理解 说这小孩啊 这小时候丑着谁像谁 那中秋长得难看嘛 他也不愿意让他跟着 你天天让笑哥看这中秋 那万一小孩长大了难看 吴月娘心情也不好嘛 所以说他死活 就不给这个元宵啊 这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这一边呢 后来啊 这陈经济他老娘出面了 出面咋说呢 就这样啊 就跟着戴安讲 说你看哥哥啊 你说你到家呀 也跟你家大娘 你好好说说 拜上一拜啊 就把这事讲了 说你家姐们本来就挺多的 家里下人呢 也不少 你还真就差这么一个 喜欢这使女 在那家里边 看守你家小哥吗 不至于吧 另外咱说了 你既然都已经把这元宵 是给到这西门大姐的房里了 你姐夫呢 又把这丫头给收用过了 那就是说 这是老太太比较纵容自己儿子 说我儿子都把这丫头给睡了 那你干啥 你吴月娘还非要留着 你这话也没道理吧 你就给出来呗 何必非强人所难呢 给中秋就不给元宵 凭啥呀 这戴安一到家呀 把这番话说给了吴月娘听之后呢 这吴月娘竟然也是无言以对 你说这事也支不不上吗 就只得把这元宵呢 是打发了过来 这陈经济收下元宵之后嘛 这心里才满意 哎呀 挺开心 挺高兴啊 说这小丫头不错 说这就对了 我看你们还敢跟我诈词 你再诈词啊 我这我出去告你们去 我们说 按下这头不表 单说这李芝县的儿子 李亚内 这李亚内呢 是自打这清明郊外啊 就看到了这吴月娘 孟玉娄两个人这一副打扮 生的呢 都是啊 这别有千秋 是各有资色 也是知道 这都是西门庆的妻小嘛 这亚内的心里边啊 就单独爱着这孟玉娄 长得这大高个 大长腿 哎呦 喜欢是吧 也是这瓜子面皮 长得呢 小样也风流 俏丽的啊 就是好看 咱说这亚内啊 我们也得介绍他 他的这个背景是啥 原来这亚内呢 也是属于中年丧偶 关居了很久了 一向呢 是让这些眉婆啊 这些说夫啊 四处给他求亲 但咱说那玩意儿 满哪去找嘛 都找不着什么 合他心意的 他这可能一心 就相中那大长腿嘛 所以说见着这些女人 那就完全都无感 直到那天 是见到梦玉娄之后 那属于叫一见倾心啊 但咱说这玩意儿 因为那属于规格之人嘛 你也没什么机会啊 又不知道这梦玉娄呢 是嫁还是不嫁 没想到正好当时的孙雪娥 也是犯事 见了官嘛 就知道这是西门庆家里出来的 案件呢 正好是交到他爹那案前去处理嘛 就把这各种各样的犯人 也是审了 最后追出的脏物树木啊 这牙内心里边还想说 哎 你看你家东西在这 你家里就得派人来求嘛 派人来求的话 那这样 哎 我借机会 我就跟你唠唠呗 问一问 结果咱说了 这吴远娘啊 因为一寡妇在家嘛 家里边又没有男人主事 所以说就怕惹这些嫌弃者 这些嫌事 就没派人过来呢 来取家里边的这些财物 这牙那个 这是整的 这个心里特别的失落啊 所以说呢 后来这些脏物 最后也是冲了关 孙雪娥呢 也是在这个围观啊 后来给卖了嘛 所以说这些东西 搞得这牙内心里边 特别的赏感啊 等过后呢 这牙内心的话 说这既然不能得美人嘛 我这心里边活着也没啥意思 说不行 我非得找一个人商量商量 于是呢 就跟她这狼利是合不为 就进行商量一番 说怎么整 我就相中这女人 你说她又不从了我吧 我这活都没劲 这何不为说 说别去呀 这事啊 我给你出主意 你这玩意不不知道吗 有时候啊 这男人要主动出击 你不主动出击是不行的 说咱这样 咱派一官媒过去 跟他捞一捞 你看官媒嘛 官方派来的人 你必须给面子 那究竟啥结果 你嫁与不嫁 好歹咱能知道个心吗 于是呢 也就 那要派这官媒 陶妈妈 到这西门庆家 是访问这门亲事 许说下啥呢 许说下这陶妈妈 跟你说好了 说这样 你啊 要真能把这事 给我说成了 我是免你县中 这个打某啊 还赏你五两银子 这啥意思啊 以后你不是官方人吗 你这上下班都不用打卡了 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 而且呢 额外给你五两银子 你说这好事 落谁身上不高兴啊 今天有人告小剧天天 以后上班不用去打卡了 天天做领工资 我得乐得啊 蹦高高吗 对吧 但这种好事 也很难落到咱头上啊 但是这梅婆 听着这好事 那激动快了 于是呢 这陶妈妈听过之后 那也是喜欢的 不要不要的 是急走如飞 就往这西门庆门首 赶了过来 那天赶的也巧啊 正好这来招呢 在这门首站立 只见这陶妈妈过来啊 上前是冲着这来招 也是倒了一万福 说啥呢 说 动问管家老哥 呦 这个说一声 此事西门庆老爹家中吗 这来招说 啊 是啊 怎么的 你哪来的 老爹已经过世挺久了 你有什么话吗 有话你就说啊 这陶妈妈说 说反请啊 这个管家 进去禀报一声 我乃是本县的官媒人 名字呢 换作陶妈妈 这凤崖那小小老爹的话啊 干啥呢 吩咐说 咱宅内呢 有这么一位奶奶要嫁人 过来啊 让我这来说亲来了 这来招听着 说你这老太太 这个信口四皇 在这胡说八扯啊 说你这婆子 你有病吧 我家老爹 没了一年有余了 只有两位奶奶在家是守寡 哪个也没说要嫁人啊 这常言道 说疾风暴雨 是不入这寡妇之门啊 你这婆子不是精神不好吧 你走来胡说八扯 说什么亲事啊 哪有亲事让你说啊 还不赶紧给我快走 惹到后边奶奶听着 我告诉你啊 你这是容易讨一顿毒打 这陶妈妈嘛 这个属于老媒婆啊 人家那种阅历比较丰富 说这样啊 这管家哥 常言说的好啊 是官差立差 是来人不差啊 小老爹呢 不派我 我自己敢来啊 我敢来说这话啊 所以说是衙门派我来的 你也别跟我在这装大 是吧 我现在跟你笑说说话 也是你得明白啊 我在背后有官府成交的 所以说呢 嫁与不嫁 你一个吓人 你也说不了 好歹呢 你进去给我禀报一声 我呢 也好回话去说 这来招顺 是 这个我嘛 这个老太太 你也别生气啊 那那那这样 也罢 愚人方便呢 自己也方便啊 这你少在骗食啊 等我进去跟两位奶奶说一声啊 这一位奶奶 有这个有儿子 一位奶奶呢 这个没孩子是吧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位奶奶要家呀 各位看上了吧 这个东西咱说什么叫见风使度啊 一听说这风向不好 这些下人们 其实最见得惯这些市面上的市井智慧啊 所以说马上知道 这主我惹不起啊 那就认怂了嘛 怂一下又不丢人 那有啥的 对吧 你这个真的惹进去 你这跟你好顿毒打 犯不上吗 那咱说这陶妈妈这边也说呢 说县内 这衙内的小老爹说了 说是在这清明那日到郊外 郊外曾得看见 是脸上啊 有几个这个麻子点的那位奶奶 这来招听了 心里就和计啊 麻子脸呢 估计说的是这孟三孟宇楼吧 于是呢 走到后边 是如此热般的跟吴月娘说了一番 说这县中呢 也是使得一个官媒人在外边啊 吴月娘听着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说什么情况啊 我家里边也没人说要出嫁啊 这怎么来一枚人 这是什么妖蛾子 这来招说人家讲了 说在这郊外呢 清明那日啊 见着了 说这脸上有几个白麻子那种 就是 吴月娘心里也合计 说这莫不是说这孟三 难道这孟三也动心了 着急要往外嫁人 要让自己这仕途高伤 找点这个奔套 哎呀 这个伤感啊 是吧 所谓世间啊 是海水之深浅 唯有人心难存粮啊 这个东西你猜不透吗 一面呢 吴月娘也是很伤感的 走到了这孟玉楼的房中坐下 就问啊 说孟三姐啊 奴家有件事来问你一下 外面有这么一宝山没人 说是这县中的小牙 清明那日呢 曾经见了你一面 说你要嫁过去 果然有这番话吗 说你要主动要往外出家吗 这各位咱要知道啊 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呢 所谓叫做这没巧不成话 自古姻缘呢 也是着现前啊 那日在郊外呢 这崖内抬头看孟玉楼 那孟玉楼咱说了 这玩意你站在远处 看风景中的这个人 那风景中的人也抬头看着你吗 所以说你看着孟玉楼 你以为孟玉楼就没看着他吗 这孟玉楼果然远远的望着这 衙内呢 生的也是这一表人才 风流薄浪 所以说呢 俩人一瞅 哎 年纪好像还相仿 一看这小伙又是会走马 又是会年功 又是会舞枪 又是会弄棒 所以说俩人呢 这四目相对之间 就彼此流露出了几番的情谊 已经是不在话下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这心里边都是揣着明白的嘛 咱前面看你说那牙内傻呀 就见着这个孟玉楼 就是心动的不得了 就是说无可无不可的 非得非他不取 这个状态其实和孟玉楼 给他的暗号和这四目相对 也是有联系的 所以说这是一套必然的结果 才导致了今天这番事故的发生 那但说呢 这孟玉楼心里边也合计嘛 说这个玩意小伙是不错 就不知道有没有媳妇呀 虽然说这口中此时 对孟对这个吴岳娘这番话呢 是不吱声啊 这心中啊也是想想啥呢 家里边反正西门庆这老爷们 已经是死了嘛 奴家我身边又没有所产出 自己没生儿子嘛 虽然说这大娘吴岳娘 他生了孩儿 到改名长大了 那晚上各肉各疼啊 他娘生的肉 最后他儿子也疼他嘛 和我毛关系都没有啊 到时候边我这树倒了 也没一个阴次 没有人照顾我 最后落了个竹篮打水 是一场空啊 而且呢 在咱说平日里啊 见到这吴岳娘 自打是有了这小哥 那心真的边了 这个我们也理解啊 对吴岳娘来说 儿子就是所有的希望 和全部的未来嘛 所以说这一心八伙 全扑到儿子身上了 外界对于任何可能 伤及到他儿子的东西 都发生那种强烈的抵触 和那种矛盾的情节 和那种情绪啊 所以说这在外人眼里看来 觉得你吴岳娘变了 你跟往常不一样了 往常姐妹之间 那关系处的多好啊 是你改了 而不是我们改了 那说呢 这我呀 还不如往前走一步 再找个下家 也是给自己寻得一个 落叶归根的地方嘛 还这么天天傻呵呵的 跟这守寡 我守谁守啊 说倒是耽搁了我这青春许多 那咱说正在这四目之间呢 没曾想这吴岳娘进来 就把这话说了 说外边有这宝山 没人进来来说话 说正是在这清明街郊外 你看着的那人 对吧 这孟宇楼听了之后 心里也开心嘛 说哎呦 这狼情窃义的 他还来提心了 哎呦 这心里高兴的 就不得了啊 这虽然心里边呢 也是好顿娇羞 那脸上呢 这表面上还得装着很惭愧嘛 说没有这事啊 大娘 你别听那帮人 瞎乐了 跟我在这胡说 奴家哪说过这话 说我要去嫁呀 我没说 你说孟宇楼撒谎了吗 没撒呀 人家真没说 但是心里你却耐不住 他有这样的想法 那不觉得呢 也是把小脸飞红了起来 究竟孟宇楼啊 和这李牙那之间的狼情窃义 是否能终成眷属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小脸 们下回答